大家好 這過年的時間 越來越接近了 洗衣服曬被子沒 今天的天氣在台灣本島還不錯 記得下午的時候趁著好天氣 趕快洗衣服曬被子 因為今天晚上封面雲帶要接近 先來看戶外天氣了 馬祖的氣溫比較偏低 現在只有13度 因為東北風影響在馬祖 金門現在是20 澎湖的話天氣晴朗 台灣本島部分 從北到南陽光露臉 北部24 中部26 南部25度 東半部地區也陽光露臉在24度 天氣好之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真實色彩的雲圖了 從雲圖上面可以看到 北方大片的水氣帶 在大陸的華中地區 到江南地區在發展當中 台灣上空目前是天氣期了 因為封面雲帶 還沒有接近我們台灣上空 預估就在今天晚上 華南的水氣帶開始接近 明天的北部地區轉雨 禮拜六的時候 全台灣都有雨 因為華南水氣帶影響台灣上空了 不過大家要注意 禮拜六的時候 牆的冷空氣也從西伯利亞 開始逐漸的下來 所以牆冷空氣進入台灣上空 溫度周六開始下降 禮拜天小年夜的時候 天氣狀況來說 隨著牆冷空氣到達 小年夜的晚上 北部地區的低溫 降到11度的低溫 但江雨的狀況 隨著乾冷空氣進來 而水氣減少 接著來看到彩色雲圖了 在過年這幾天的天氣來說 除夕當天的話 受到了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 中部以北溫度低 但在雲嘉南平原空曠地區 會在除夕晚上到初一清晨的時候 輻射冷卻作用只有10度低溫 初一白天氣溫升 初三另外一股冷空氣下來 不過注意 初三那一股冷空氣 可能會比除夕這股冷空氣 還要再更強 所以今年的過年 冷的感覺明顯 目前看來只有在初一到初二的時候 氣溫會上升 接著到了初五以後氣溫升 初七開工的時候 大家的天氣狀況來說 溫度回到比較舒適的天氣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是比較偏涼 明天白天高溫上不去 有沒有看到冷空氣開始吹進來了 桃園以北有雨 新竹以南天氣勤 中部地區日夜溫差比較偏大 南部地區要注意清晨的時候 農屋狀況明顯 而東半部地區的短暫雨 在今天晚上會增多 外島地區夜晚天氣了 提醒您今天晚上天氣要轉變了 晚歸的朋友穿著要注意